全印度最贵的小吃 一小份就需要6000大元 曾经是皇室专项 每一份都需要包金包银 奢华中透着诡异 这东西一点就着火 而想用它的最佳时机 正是一团火的时候 闭上双眼 瞬间塞入口中 为于孟满的这家百年老店 已经有着230年的历史 他家专营这种叫做Pong的小吃 扒安到底是什么呢 扒安又名Pan 还被称为槟榔灰 是一种印度餐后美食 由一片槟榔叶和熟石灰作为基础 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的时刻 你可以加入各种你想要的成分 一般的印度人 喜欢加入蜜饯 葡萄干 木瓜 豆蔻 葬红花 烤椰肉 还有些印度人喜欢加入干枣 丁香 无尔坎德 甜酸辣酱 樱桃等 拒绝Pong的习俗 最早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 那时候的Pong被认为是印度皇室的象征 秘方完全被皇室所掌控 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品尝 直到后来 印度的皇室垮台 扒安的秘方才开始在民间流传 很多印度人开始着迷于Pong的味道 但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扒安的重要组成成分 冰榔 会起到类似兴奋剂的作用 经常使用 就很容易上瘾 它会导致牙齐腐烂 脸部变形 但很多的印度人 依然是乐此不疲 为了彰显Pong的皇家身份 这家老店一直在奢华的方向下功夫 比如赛Pong的表面 加上金箔和银箔 然后再放入精致的摆盘 逼格瞬间被拉满 像这样一份Pong 可是需要6000大元的 你能接受吗 印度最强作死牛人 竟然敢与天地是锋芒 赶上喜庆的丰收节 他竟然要烤一只 重达800斤的犬牛来吃 但大包天的他 不但没有偷偷地去享用 更是变本加厉的呼朋唤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然大快躲移 多日不见的作死小能手甲巴尼 终于又出现了 这家伙 不出现则已 一出现则必是有着惊人的举动 为了欢度丰收节 大部分的印度人 都开始了杀鸡宰羊来庆祝 而贾巴尼自然也是不例外 不过这家伙的做事风格 总是很出格 今天他竟然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头牛 并且还要烤了这头牛来吃 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家 牛作为传统农业生产的支柱 发挥着主导作用 无论是负责产奶的奶牛 还是负责耕作和运输的公牛 都是缺一不可 之后更是被印度教奉为神牛 只是呢 神牛毕竟不能飞升上天 脚踏实地的生活 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不能吃 不能杀的神牛 如果无人公养 大多数的归宿就是流浪 日益增多的流浪神牛 现如今已经频繁成为印度的头条新闻 这些自由自在的神牛 经常随意堵塞交通 发情期的时候还会攻击路人 甚至多次致人死亡 在去年12月 忍无可忍的北方帮农民 为了不让这些流浪神牛 再偷吃自己的庄稼 无可奈何之下 竟然把流浪神牛给赶到了当地学校 随后的25日 在阿利加尔 又有农民将八百头神牛 关在了另一所学校 以上浓缩了大多数印度人 对于流浪神牛的无奈 很多友友要说了 如此多的流浪牛 吃一两头没事吧 没事 开玩笑 那当然很有事 在印度大多数的邦 杀牛都是违法 如若有犯 必然会遭到严惩 搞不好就是一个荣誉谋杀 要是一个印度人 敢于承认自己吃过牛肉 那倒是也有可能的 他可能是一个低下的贱民达利特 或者是一个不信仰印度教的穆斯林或基督徒 但他吃的也只会是水牛肉 真正的神牛品种 绝对是无人敢于涉足的 但是呢 凡事总有例外 贾巴尼就是那个例外 这家伙屡次偷吃 流浪神牛都没事 都说人怕恶人 看样子 印度的神仙也是极其害怕恶人的 屡次偷吃神牛的贾巴尼 到目前为止 却仍然还是安然无恙 就说明了一切 另一方面来说 贾巴尼的所作所为 算是为苦流浪神牛久矣的印度人出害了 当然 这话是没人敢说的 跳舞 干吗 干吗 有 画这个吧 来 有 好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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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烤这只神牛 甲巴尼算是大费苦心了 专门用红砖砌了一个深坑 来完成它那标志性的深坑烤法 当然 你要说这是闷货者争 也是没毛病的 门用红砖砌 门用红砌 门用红砖砌 门用红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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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吃肉食 可不是印度人的风格 烤肉的间隙 甲巴尼还准备了香喷喷的手抓饭 门用绷子 这一下 我们一起做一个冰箱 和另一边做一些冰箱 在底面做一些冰箱 用特别拿大招牌 用手放下来 要把冰箱切金 把冰箱切成熟 把它切成熟 你瞧 不用上 grinding 我把鱼�도弄了 不是 就好 好 好 风收节 贾巴尼和他的朋友们 风收了满满一肚子神牛肉 算是收获满满 而你们有没有收获呢